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平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宁观想到健康 秋天一到最肥美最营养又健康 又平价的这一个海鲜 就叫做秋刀鱼 像我们今天制作单位 买了一大盘的秋刀鱼 每一只均价大概从10块钱到16块钱 几乎不等 都不到20块钱的台币 那在台湾这个季节 吃秋刀鱼你可以吃得到 维生素A、D、E、B12的营养 还有DHA、EPA 还有Omega3的鱼鱼 而且对观众朋友来讲 这个台风过后 很多蔬菜水果都在涨价 秋刀鱼是CP值最高的选择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秋刀鱼呢 待会前科好的生活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 首先有医生好朋友江锁山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中医好朋友 彭文雅中医 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营养好朋友许琼月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嘉医师秋天一定要吃秋刀鱼 我看外电新闻 日本人今年很抱怨 因为说日本今年这个秋刀鱼的产量 大幅的锐减 因为都被台湾捕捞了 而且日本人今年的秋刀鱼 价钱是double以上 那在台湾这个季节的秋刀鱼 每一条不管肥瘦 大概只有10块钱到10多块不到20块 那他们不只是平价 不只是这一个季节性当领 更重要的是它的营养真的很健康 没错 秋刀鱼 其实台湾是全世界捕获量第二高的国家 不过我们吃的大概不到一半 我们大部分都卖给日本 外销 对 因为日本的秋刀鱼销量很大 那秋刀鱼它叫做这个名字 其实你注意看看 它跟五四刀那个幅度是一样的 对 然后又是秋天出现 那日本作为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鱼的吃的量是很惊人的 跟台湾比起来 它吃鱼的量几乎是台湾人的三倍 对 依照我们农娘所的资料看起来 它是三倍的量 而且日本人很注重说 在寻期去吃那个食材 就像现在刚好就是秋刀鱼的寻期 那因为秋刀鱼本身很营养 所以日本人就说秋刀鱼出就不用按摩 因为它就营养很丰富 就刚才像竹生讲的一样 它的A的含量居然是牛肉的16倍 那它还有大量的B12 所以它可以预防贫血 它有E可以抗衰老 所以它本身是充满了 这些微量的元素 除此之外 它有很高量的蛋白质 那我们也知道 鱼的蛋白质被报告 可以抑制糖尿病病人的 肾病变的产生 包括所谓的糖尿病的蛋白尿 那吃鱼可以抑制蛋白尿 所以在这个很好的季节 又最便宜的时候 其实观众朋友要多吃秋刀鱼 真的 而且问一下穷月 秋刀鱼有丰富 那它富含的是 Omega 3的脂肪有 对人体也比较健康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像我们的一些肉类 还有分低脂中脂跟高脂 那我们的秋刀鱼就属于高脂 那它高脂的一个好处在哪里 在于它的Omega 3的脂肪 而且就是我们所谓 常常知道就是EPA跟DHA 那其实这个EPA跟DHA呢 它在我们的人体 是有它分别各自的功效 像比如说用EPA DHA来做一个比较好的 你就会发现说 它如果跟一些同等 体型差不多大小的鱼来比 你就会发现它是高很多 像一些什么香鱼啊 肉鱼啊 或者是湿木鱼来比较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EPA跟DHA含量 都是高蛮多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有什么好处 在人体里面 像我们常听到EPA 那EPA它在人体 可以帮助我们代谢党固存 而且还可以下降不好的 然后上升好的党固存 这就是我们EPA在人体的功用 那DHA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帮我们脑部的神经发育 还有就是可以让我们精神 跟我们视力的一个发育 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多吃秋刀宇 评价 但是吃到它好的脂肪 对我们人体的帮助这么大这样 真的 所以阿峰姐姐接着吃的话 请你出来一起分享 这个季节秋刀宇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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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油就会大量的释出了 那再来很多人 就会有疑惑说 在秋刀鱼的身上 会有蓝点点 会有这个蓝点点 我们镜头特写一下 应该拍得到这些蓝点点 来 我们把它移动上来 这里有蓝点点 这个蓝点点我把它拿上来 这是其实是秋刀鱼的一个鳞片 然后它在被捕捞的时候 它们是用光照去曲咖 去驱赶它 捕捞它 然后这鱼鳞身上 它会产生那个压力 紧张 所以它的部分 它会有这种蓝色酵素的这种鳞片 然后就如果说你买的鱼 或是很新鲜的秋刀鱼 它立刻就处理疾动的话 这些鳞片 其实它刚好就维持这个状态 所以你在看到 不管是小的 大的 你有看到鳞片越多 表示其实它处理的状态 就是它刚抓起来 很快就处理好 越新鲜 对 就越新鲜 就是它的状态 可是你等到 它都不见了 表示那一条鱼的新鲜度 它也就开始在打折了 好 那这个阿芳姐姐 除了挑秋刀鱼之外 你今天还要分享一个 甜热烤秋刀鱼 刚刚有讲说盐烤 因为秋刀鱼有很丰富的油脂 然后你基本上只要抹盐 就可以烤得很好 可是问题是 当我们在家里面 一般就是家用的烤箱 你会整上烤盘去烤 如果你就是把这样的一条鱼 全开起来 这样开始烤的时候 开始是OK的 可是随着慢慢熟化 它的油脂就会一直跑出来 它就不干爽 所以我们要盐烤秋刀的时候 你盐抹一抹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它整上来 就是你在家里面 你先放筷子 对 你要先把这个筷子 或者是用铝箔纸 把它抓着皱皱 铺着一个很像柏油露 这样石头露 不平整的 然后你把抹完的 盐的秋刀鱼 就是把它翻起来 就整高之后 你来烤 那烤好之后 它的第一 鱼皮会保持干爽 对 很漂亮 然后那个多余的油脂 它会释放出来 可是毕竟那个油脂 它的鱼油 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 它的高价值 所以我们要让它烤得好 然后又可以保留营养价值 所以我今天改了一个方式 就是用一个 就是你不要浪费那个鱼油 鱼油 可是又要让鱼烤得 很酥爽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呢 要用这个菇 来取代我的筷子 就是把这些菇 当成它那些小石头 那这些菇 我就要先做一个处理 菇我先把它掰在 洗干净了 只要一般的菇就可以了 对 我现在用鲜菇 这个红洗菇啊 白的菇都可以 我通常会用两个 味道的菇 两三种的味道 对 而且这样子鱼烤熟了 然后菇也熟了 而且菇又会吸收鱼油的滋润 搞不好菇比鱼好吃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真的 而且照理来讲 菇如果吸饱了鱼油 应该也会非常鲜美 对 然后我今天的鱼 我想要做有点味噌的味道 可是我又不想把那个 破坏鱼的表皮 所以我的味噌就是 夹在我的股 那那个味噌去烤完 菇会出水 所以我现在要先给 这些菇一点点的爽生粉 就是家里面的面粉 一般的都可以 对 用一点的 没有 没有筋性 它其实只有帮助那个 干爽 干爽而已 所以这个目的是为了让菇干爽 对 所以一般的面粉都可以 赶上了一层薄薄的 好像 塞了一层粉 薄粉 对 拍了一层粉 好 然后呢 这个酱的部分 我今天准备了有白味噌 差不多一汤匙左右的一个白味噌 因为我们今天大概有 这个四分之三碗的菇 我们准备了一汤匙的白味噌 对 然后这边呢 有味淋 有一汤匙拌的味淋 味淋跟味淋 把它搅拌均匀 如果没有用味淋 你也可以用米酒 加一点糖 然后只要够把这些味噌 把它打散 打散 这样子就可以 好 而且这个米酒或者味淋 在这一个料理里头 又可以帮忙去一点 鱼的鱼腥味 对 所以这样既可以调味 又可以去一点鱼腥味 好 然后现在这个味噌酱 好 甜的在日本料理很有名的一道料理 就是甜的茄子 对 甜的烧 就是把球茄拿去烤完 然后呢 上面涂上的像这样 磨好的一个味噌酱 然后再去烤 它的香味就会跑出来 好 然后这样子 就是一个味噌的菇 好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烤盘 下面垫了一个烘焙用的 这个烘焙纸巾 好 我把它先倒下来 再来移这个纸 你真的好聪明 把这个当筷子 它现在也像你知道西式料理 有些人做派 或者做糕点对不对 然后就在铺 我给镜头拍 这样子拍特写 那大概铺薄薄的一层 也就够了 对 好 然后再来秋刀鱼 洗干净的秋刀鱼 我们基本上很简单 我们先去头去尾 去头去尾 然后再抓一只好了 然后要把它切断 对 那那个头尾就不要了吗 对 我就会把它拿掉了 对 不过秋刀鱼真的很平价 所以这个是大概 现在你要买海鲜类 买到这么平价 最便宜是吧 对 撒一点点盐巴 盐巴 对 然后如果你单纯盐烤的人 你可以第一次稍微抹一下 放个五分钟左右 就是还没有解冻的时候 它有点水稀了 那个鱼油会提高嘛 水分少就会香一点 可是呢 我们今天呢 我就是直接一次 把它这样子抹上来 再加上一点胡椒 好 这个就是基本的盐烤做法 对 然后我在家里面 我就会看人头 对 不会把它大大的一条 可是你会发现 开始我们切断的时候 它开始就在砧板上 造成了它那个 长度的那个血水 对 对不对 好 然后这时候 你把它那个 刚刚那个面粉 对 就把它封住 这个可以怎么样 跟我们刚刚一样的 就把那个鱼油 它可以尽量的 对 然后也可以让那个血水 让它干燥 干燥 对 然后就在这里面 而且待会儿 这一个鱼肉烤完了 肉汁也不会全都干化 流伤了 所以刚刚那个面粉很重要 面粉一方面扮演了 菇的那个粘稠剂 对 跟这个 让它发住那个 就是它的切口 那个味噌的 寿司的关键的材料 对 另外一方面 我们秋刀鱼的切口 沾附了这个面粉 也可以锁住鱼肉的鲜美的肉汁 对 好 我给镜头拍一下 我们姐姐其实刚好差不多三尾 对 然后菇 菇也是几十块的食材嘛 秋刀鱼就三尾不到五十块嘛 是啊 所以这一盘一百块搞定 就可以很体面 而且是很有日本日式风格的 然后放进来烤 再来要进烤箱烤 进来烤箱 那不管你是今天 有没有学我们说 底下铺菇做变化 你或演烤 烤秋刀鱼 务必记得 你的烤箱一定要先做 预热的动作 为什么要让烤箱热透了 然后你刚好把鱼推进去 它一受热 秋刀鱼的外表 它就封住了 对 这样子你的鱼的水分 它才不会流失 好 学生有问题 那烤箱鱼热 要热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你要让它热到 五到十分钟 就是基本上我们烤鱼 用一百八到两百的一个火力 然后你就转转它 你整理这个时间 刚好它热 你推进去就好了 好 那推进去之后呢 什么样的温度烤多久 基本上我们维持高温 就两百度一百八都可以 维持这个温度 对 然后秋刀鱼不用烤很久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是 今天是整高的 所以它原则上 十到十二分钟 就一定会熟 如果在专业 那个日本料理餐厅 那个大炉 它大概七八分钟 就会熟了 所以以家庭式 这种烤箱来讲 你可能两百度左右 那十到十二分钟 现在在里面 好 我们刚刚录影开场 我们阿芳姐姐才转 十分钟 十二分钟 对 好 那现在在里面 我都闻到鱼香了 对 高级日本餐厅来的菜 然后食材费用也不到一百块 秋天的时候 容易会有一些 拉肚子的情况 会到鱼特别适合 如果一个礼拜吃一次鱼 老年人就是可以减少 60%发生 阿芝海诺症的几率 这么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边鱼的香味 我把它拿出来 真的耶 它肉汁没有流失 然后那个菇 也吸饱了 刚刚的鱼油跟寿司 您管你那砧板 帮我离开好了 我把它放整 这个砧板我们来把它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底层会有鱼油 对 然后那个鱼油 来 我给镜头拍一下 这里就会吸附了 刚刚的那个菇 味噌 然后跟味噌 对 那所以这个菇也会 非常的肥美 对 然后这个鱼肉呢 也会鲜甜 那这个鱼肉 也不会太干太柴 刚刚这一块面 阿芳姐姐沾了面粉 所以呢 它的鱼肉也不会太干 对 就会保持 那个鱼肉的水分 它不会流失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开始来搬家 就可以 移开 好容易哦 所以这一定要学 这个季节家里头 买菇买秋刀鱼 然后味噌跟面粉 搁一搁 然后丢烤虾 而且是做出来是 真正有日本料理风味的 这个 盐烤秋刀鱼 然后感觉是高级日本餐厅来的菜 然后食材费用也不到一百块 真的 加味噌这真的很厉害 因为一般会怕说这个鱼腥味 跟这个菇 因为它味道比较重 会怕说会不会有鱼腥味在上面 加味噌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 其实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因为像通常一般不都会买保健食品 鱼油 要保护心血管 可是其实你只要一天一条 揪它有十块钱 然后再加上那个菇 然后又把那个鱼油通通吃进去 都不用再另外花钱去买这些保健食物 真的 所以这一盘就有全家人 老老少少的鱼油了 我们今天因为做的是味噌的味道 所以我最后上碟的时候 我还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切得很干爽 晾干的葱 然后拌一点点的香油 葱油 对 好 那只有简单的一点点的香油 来拌我们的葱 把这个葱 让它的生味去掉 可是它是很干爽的 维持还有很棒的 好 然后再把这个葱花 葱油 撒上去 然后你就可以搭着 太厉害了 这一定要学 那我们来试吃 我们阿方姐姐这个甜的烤秋刀鱼 好好吃 鱼油果然非常厚 那这个菇吸饱了鱼油 跟这个葱超搭的 真的真的 超好吃的 它烤一下就熟了 那外面皮好脆 酥脆的感觉 然后里面鱼油都很香 而且这个季节 中医也很推荐大家多吃菇 真的 除了菇之外 秋刀鱼它过名实际是 秋天吃的鱼 所以我们中医 觉得它可以改善脾胃 所以你要是胃胀气 食欲不振 或是秋天的时候 容易会一些拉肚子的情况 秋刀鱼特别适合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成分 叫做锡 锡这种成分 是属于一种抗发炎饮食 所谓的抗发炎饮食 就是说 你吃进去之后 你的那个染色体上的 那个立腺体端的长度会变长 那这样会怎么样呢 它可以抵抗发炎反应 容易让细胞不会死亡 所以就会长寿 所以日本人他们就是 经常吃这样子的秋刀鱼 所以他们是世界上 很长寿有名的国家之一 也是这个原因 那里面还有一个成分 叫做锡 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细胞的活力 所以在这个季节 吃秋刀鱼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五菇就是 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 总理讲说活血通落 所以鱼油加上五菇 对身体这种筋骨酸痛 然后在秋天也有改善的功能 这样 那问一下穷月 一般人吃秋刀鱼都OK吗 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有禁忌 应该说秋刀鱼都很好 但是呢还是有两种人 我们要特别去注意 像因为像秋刀鱼 它就是本身还有非常丰富的鱼 它有一点点抗拧血的功能 所以如果本身有在吃抗拧血的药物 或者是有吃一些营养补充品 比如说像一些蒜精 或者是像银杏 这有抗拧血功能 就不适合大量的去吃这个秋刀鱼 然后还有在吃秋刀鱼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其实秋刀鱼它是寒胺 非常丰富的鱼类 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跟亚硝酸盐结合了 会容易产生致癌物 那这亚硝酸盐的一些食物是什么 比如说香肠 热狗 腊肉 加工品 但是有一些蔬菜也是含有亚硝酸盐 比如说像是一些十字花科类的花叶菜 或者是一些包心菜 那跟今夜的蔬菜或者是泼菜 这个都要特别去留意 不要同时间一起吃 好那刚刚讲秋刀鱼有这么多优点 我们平常都会给家里头怎么吃 对因为我们家里小朋友最讨厌吃 就是秋刀鱼 因为秋刀鱼带来苦味 那我老婆也觉得 还有刺又很多 对 刺又多 然后小朋友觉得 老婆就觉得秋刀鱼 它有个味道比较重 所以我们家其实 他们都不爱吃秋刀鱼 所以我就想个办法 把秋刀鱼变得好吃 所以我这一道菜呢 其实菜名稍微长一点点 叫秋刀鱼爽 酱好小孩也爱煎鱼饼 太小了 其实就是角肉王子 把猪肉改成鱼肉的角肉 是 是 对 没错 角肉王子竟然不做猪角肉 改做鱼角肉 那第一个像你刚刚讲的 小朋友讨厌这个刺 他也不怕刺到刺 所以今天教大家说 把这个鱼的肚子先划开来 用刀子把它划开来以后呢 把里面那一张把它清掉了 这里面那一张我已经把它都清掉了 清掉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手直接把鱼的骨头把它剥掉 所以很简单就是 扑手剥鱼骨 你其实用手 因为其实秋刀鱼骨 最硬的是中间这个背脊这个地方 你用手指头可以摸得到这个地方 你要怎么剥呢 就用你的指甲这个地方 先把它抠 把一边的鱼肉 鱼皮 把鱼刺把它抠断 像这样把它抠断 天文文真的好有柴火 这个其实 因为我发现它的 其他的软鱼骨 其实是可以吃的 对 那你像一般 一边你把它剥断 你稍微把它攀开来 哇 像这样子 真的耶 攀开以后呢 它的比较硬的鱼骨就在这一条 对 你可以摸得到 这边都是软的 那这边呢 你再用你的手指头 稍微把它 拉上来 像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完整地去掉 这个中骨了 拉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仔细一点 你就不会拉这么多鱼肉上来 你可以稍微这样剥一下 像这样子 而且鱼肉就像碎烂了 也没关系 待会要做鱼角肉 没错 那这整条鱼骨都拿起来了 如果这个放进食物料理机呢 打一打 可是我觉得这太硬了 这这一段太硬了 那这段我们就不要了 那剩下来还是有一些 长的刺在这个地方 这它鱼肚的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就比较长 还是长刺 长刺的话你就稍微 看一下有多少 把它剥开一下 像刚刚我把它剥的时候 我已经剥很多下来了 所以剩下的 你就用刀子把它剃掉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不要它了 这边都没有了 现在都没有 这个地方呢 也会有 像这个比较多 因为它这个鱼肚 有一边特别多 这边是我刚刚用指甲 把它扣断的 所以这边你就稍微 用这样子的速度这样下去 就这种角度下去 去把它去掉 整排都不要了 好 这些我们都不要了 那剩下来就是鱼肉 上面你看到 还有一些小刺 这些吃下去 你切断以后 它一下就吃下去 你不会感受到 也不会卡在小孩子的喉咙里面 好 所以就把它切细 切细 然后我们把它切开来 这边对不起 分小段一点 然后这时候 我们把它切成丁了 对 那很多人想说 我可不可以放到果汁机去打 也是可以 可是这样做出来的鱼肉呢 它太乎乎了 就是没有口感 没有口感 所以我劝大家 因为它的鱼肉很软 直接切丁就可以了 就跟有一些人做 那个卤肉饭 对 它都还要用手 切那一个肉块 对 就像这样 你直接把它切丁 它很软 然后它也没有那么厚 所以也不会说太难切 对 有时候你切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感觉到 有一点小刺 对 那你这样把它切断 对 刚好把它切断 切断 待会做成鱼丸 鱼饼的时候呢 反而就不会有感觉 对 那今天这个做法 你可以煎鱼饼 如果你也喜欢 这个秋刀鱼的味道的话 你可以把它做成鱼丸汤 那是因为我小朋友 不喜欢它的味道 所以我用煎的 然后加上一个酱汁 稍微把它剁一下 这样就OK了 对 那这是一条的量 这边还有两条 我们总共有三条鱼肉的量 我们今天大概三条鱼肉的量 就大概有煎的一碗 对 那这个是鱼饼的鱼肉的食材 这个是真材实料的鱼饼 你看正好这边就有一个小小刺 你可以看到 这个刺非常软 非常软 而且你切断 刺的时候不会卡到你喉咙的 好 这边我就拿一个大碗 这个我先移开来 好 这就是我们要用的肉了 好 放下去 那这样这个 因为小朋友要吃嘛 老婆又怕她腥味 第一个我把小朋友 那个刺的问题拿掉了 再来就是老婆讨厌的腥味 我就把这个姜 放进去 然后切碎的葱 葱 那我留一点 待会儿要酱烧用的 都一样把它切碎 香菜 这三样是我觉得 去腥最好的东西 好 然后呢 加一点味道 用鱼露 鱼露 我发现你热爱鱼露 因为鱼露它除了有咸味 它其实带了一点甜 对 你去煎它 它有点糖在里面 它有鲜味在里面 你是绞肉鱼露王子 谢谢 再一点米酒 一点点就够了 好 这时候呢 我要让它这个鱼肉 多一点口感 我会加点蛋白在里面 而且待会儿也比较好粘合 对 这个蛋白跟蛋 在这里以后 也可以当作粘酌剂 对 那蛋黄不用 因为它 它其实不用增加它的口感太多 所以如果你要它也可以 可是我是希望它鱼肉口感更好 所以我觉得蛋黄就不放了 好 这时候我们先把它搅拌一起 因为我们今天的量 大概一颗的蛋白就够了 对 然后再来把它搅拌均匀 那你不要期待它跟绞肉一样 会粘成一团 它很难 但是没关系 我们要煎成鱼饼嘛 所以就不用那么在意说 它有没有粘得这么紧实 运入多吃鱼 尤其是Omega 3 它的量很高的鱼 可以促进脚鱼的智力发育 对 促进脚鱼的势力发育 还有 健全脚鱼的鱼鱼系统 胡骚曼 对 有那个感觉 但是是15块一只的 对 我真的学到了 老婆我们今天学这个 胡骚曼的 两条正好是280了 对 吃起来跟胡骚曼的口感就很像 那最后呢 最终一个目的 让它这个有口感 就是你要加粉类的东西 那你一只鱼 大概要一大匙的太白粉 对 我们这边用三只鱼 所以我们就用三大匙太白粉下去 所以这个是对上太白粉 对 如果你要用莲藕粉 这个把它搅拌 都可以 好 莲藕粉 玉米粉一样 对 它现在有比较粘稠 对 好 这样子就OK了 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了 这个咸味了 然后鱼的鲜味都有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煎了 好 好 这边呢 那我们另外热一个 这个不沾锅 对 然后 然后 倒一点橄榄油 好 放一点油 来 二厨帮你放一点油 谢谢 好 不过因为秋刀鱼已经有蛮多的油脂了 所以也不用太多油 而且我们用的也是这个 就是不沾锅嘛 对 好 那它在加热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鱼肉稍微混 而且我们今天跟做狮子头一样 还准备了碧琪 对 你讲到碧琪让我想到 我碧琪要放下去 哈哈哈 我刚刚就在想 为什么碧琪空在那里 我也忘记了啦 哈哈哈 因为今天从头到尾 叫你鱼肉王子 跟这个鱼鹿王子 跟角肉王子 都忘记碧琪了 对 你不忘记把那个碧琪 讲出来 我就忘记把它放进去了 真的 好 增加它的口感 不过碧琪跟做狮子头放一样 它会增加口感 对对对对 而且也会平衡那个肉的那个逆感 没错 啊碧琪有时候咬下去 那个水分也蛮好的 对 好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用手去捏了 不需要我们用汤匙就好 我们拿一个汤匙 我们用这种不锈钢的汤匙 好 这个也可以 好 其实在家里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汤匙都可以 你稍微把它压一下 好 那我们热一下不沾锅 让它稍微均匀 沾附一下锅面 好 然后你看你要做多大 好 好 像我们今天做这样子好了 那这个是肉鱼饼 所以你不需要很圆的形状 这个跟汉堡牌的逻辑一样 对 有些人做汉堡牌 也是那个肉丸下去 对 然后把它压平压扁 对 素面把它硕形嘛 直接用汤匙 嗯 做你的形状 哦 这真的是真材实料的鱼肉做的 没错 那我是 我喜欢把它贴到锅 锅子旁边 为什么 因为待会它下面凝固以后 你好翻身 哦 对 你放中间的话 没有地方可以让你借力 所以你喜欢沿着那一个锅圆 对 然后这样子一球一球下去 而且我是一个守时的人 我喜欢看到一个时钟的状态 是 这道菜是你发明的吗 这道菜其实真的是我发明的 哎呦 为了照顾家里头的老婆跟小孩而发明 没错没错 因为小孩怕刺 老婆怕欣慰 所以用这样做法呢 他们其实一开始 他不知道是那个秋刀鱼 对 他们觉得很好吃 问一下江医师 这个孕妇啦 或者像喜剩的病友啊 他们吃秋刀鱼 好不好 因为秋刀鱼是在台湾排 Omega 3前三名的鱼 对 那Omega 3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那我们也知道 尿毒症病人的第一死亡原因 其实是心血管病变 所以他多吃这样的鱼 就可以保护他的心血管 那这孕妇就另外一个功能 我们也知道说 不管是怀孕中间 或者是在哺乳中间 孕妇多吃鱼 尤其是Omega 3量很高的鱼 可以 如果可以影响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之后的表现 所以这个季节也推荐给这一个相关的病人 或者是孕妇来吃 好 我们剩下最后一球果然排成一个时钟量 因为已经把时钟推过去一点 对 你看其实它已经开始凝固了 所以我现在理解你刚刚讲 如果做成鱼丸汤也OK 对对对 用做鱼丸汤那你水 你下去的时候水不要太滚 对 因为水太滚的话 这个鱼肉就散掉了 可是如果你把它煎成鱼饼 焦香焦香 小朋友应该更喜欢 对 而且这个是货真价实的鱼排 你知道外头有一些鱼排 未必是纯鱼肉鲜鱼肉做的 对 它可能还要混其他的一些 对 鱼浆之类的嘛 它才比较容易凝固 好 那我们剩下一点 也可以把它加在其他的肉丸上面 因为它都会凝固起来后来 我觉得这个当饺餐的肉排跟鱼排 也会非常好 对啊 它这个 如果像我小朋友 我做成鱼肉汤的时候 鱼丸汤的时候 它还是有点怕这个味道 对 所以我会先煎过 再放到鱼汤里面去 它就觉得更香了 而且煎过表皮可能更定型 对 然后更焦香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稍微等它定型一下 其实这道菜也很适合老年人吃 因为像我们知道 它除了有一些预防动脉硬化的功能之外 其实我们有一个研究就是 如果一个礼拜吃一次鱼 就是老年人就是可以减少 60%发生阿滋海默胜的几率 这么好 对 所以这道也是很适合老年人吃的 那我们现在稍微翻一下给你看 它翻的 为什么靠墙壁是因为你翻身 你只要把汤匙靠这边 这样就可以翻过来了 我懂了 真的焦香看起来很吸引人的样子 而且你刚排这样你就知道哪个是鲜 哪个是鲜 对 你就顺时针或逆时针 然后照顺序一个一个来 对 所以要稍微要守时 你真的不愧是演艺圈的男厨神 谢谢 因为确实有时候我们下锅的时候都忘记 谁先谁后 然后都胡乱下锅 没错没错 因为我觉得既然要当男厨神要当之无愧 是是是 这很可爱 这难怪你们家小孩做成肉丸也喜欢 对 然后现在这样的焦香感觉非常诱人 就像这样的 然后你刚刚油不多 可是秋刀鱼肉有一点油脂的成分 但是这个鱼丸更加实一点 就把另外一面也煎得像这么恰恰 对 然后再下你的酱汁 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就先把洋葱放给炒 好不好 我觉得你这个鱼饼或者鱼丸 干煎成焦香也会很好吃 直接慢慢煎也是会很好吃 那今天分享的是另外一个酱烧的口感 所以我们中间放了洋葱丝 酱烧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婆不喜欢 这个秋刀鱼的味道 所以我用酱烧的味道 压过它的腥味 对 还有牛棒的味道去压过它的腥味 好 那姜伟我们同学为了展现他的刀工 又切了一碗牛棒丝 而且怕它氧化有稍微泡一下水 对 这真的都你切的 对对对 刚刚切的 真的很细 因为演艺圈的男厨身就是在下我 所以说 这是有刀工的厨身 谢谢 怕别人不知道我是演艺圈男厨身 真的 好 好 那我们这边要放酱汁去炒它 这边加一点酱油 好 酱油 然后米酒 你现在真的补足很多膳食纤维 牛棒洋葱都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那这个料理里头营养素就非常的均衡 然后我要一点水 不过我们就用这个 刚刚的牛棒有点水 好 一点点的水 泡牛棒的一点点牛棒水也OK 好 让你慢慢稍微煮它一下 有耶 它立刻有那个酱香 好 这里面只有酱油嘛 所以我放点糖在里面 好 好 现在整个都是酱香 完全没有鱼腥味跟鱼肉味 好 我们这边慢慢的就 那糖不用放太多 因为你的洋葱也会释放出甜味来 这时候我们就靠这个水蒸气的 把这中间的肉也把它煮熟 嗯 所以一点点的酱烧 然后让它底部的那个鱼饼 可以吸附醬汁的味道 没错 然后它的水蒸气 又可以把它鱼饼中间的鱼肉 让它有点熟成 没错 那我们这时候把火打开 然后呢 我们就让它煮到有点收汁的 让它烧一下 早点收汁 我们下葱花 然后这一道这个 秋高气爽 小孩也爱酱烧 鱼饼就完成了 还有老人也预防老人痴呆 老少前仪 那问一下温太医 刚才问我们特别家的碧琪 碧琪听说有地下雪梨之称 是啊 其实碧琪这个故事 跟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玉皇大帝还有关系 因为当初我们这个孙悟空 我们被派去勘洒 勘洒那个马厩的时候啊 他因为贪玩嘛 然后那些天马 全部都跑出去玩 就下凡到人间 然后就在土地上踩啊踩啊踩啊踩 然后就非常的高兴 结果后来玉皇大帝震怒的时候 他们赶快跑回去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拿着斧头 要去砍这些天马 就那个马蹄就掉在土里面 然后隔年的春天就长出所谓的碧琪出来 所以我们就说它又叫做马蹄 它的外形是硬的紫黑色的 然后里面却是雪白的颜色 所以在秋天特别有这个润肺滋因 然后可以综合一些食物的造性的一些效果 而且它可以清热解毒 如果说你有时候会长口疮啊 或者是有一些痔疮 或是夏天容易会咳嗽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很适合的食材 真的秋高气爽老少咸你耶 润肺解毒 真的 那这个江医师还会补充牛棒 听说有降血糖血脂 稳定情绪的功能 其实牛棒非常适合我们吃 因为我们台湾人根据我们的营养调查 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取量大概都只有六成 那膳食纤维不够被报告跟大肠癌啊 等等的东西有关系 那牛棒含有的膳食纤维量很高 它大概就是胡萝卜的2.6倍 大概是在了三倍 所以吃这个非常适合补充你的膳食纤维 那男女生的排泄也会比较顺畅一点 那同时它还有大量的橘糖 我们知道橘糖它是一种义菌生 就是义菌要吃的食物 那你吃的足够的橘糖 我们的肠胃道的菌相会比较好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牛棒很多人都知道说 我们切牛棒的时候不刮皮啊 因为牛棒的皮还有一部分的皂肝 这个皂肝可以吸附胆固醇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控制血脂 那牛棒含有很丰富的必需氨基酸 它有七种我们人体里 把自己合成氨基酸 所以它不是虽然是植物 它也有一定量的氨基酸 那它又对于肝功能 又有保障 又帮忙 然后被报告也可以做一个养生的食物 好 那同一时间我们尾文 这个酱烧的鱼饼也好了 好了 那我们把这个葱花把它放进去 让这个葱花味道也出来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让这个秋刀鱼的腥味 完全都降低很多 待会吃的时候也是这个酱香的味道 就咸咸甜甜的滋味 对 也没有鱼翅的烦恼 所以会非常方便 然后又好吃 好 不愧是盐医圈的男厨神 那我们来上菜哦 哇 我们盐医圈男厨神 蒋伟文这个酱烧秋刀鱼饼 好好吃哦 谢谢 因为这个酱烧是比较日式的酱烧 像照烧酱啊 所以在搭配的时候可以搭配萝卜泥 那萝卜泥把它挤干了以后呢 我撒一点七味粉在上面 搭配这个秋刀鱼煎鱼丸 是蛮对味的我觉得 这真的是男女老少都会喜欢吃的口味 而且萝卜泥基本上也很健康嘛 对啊 因为其实像萝卜泥的话 其实本身就是属于蔬菜 然后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那它里面呢有一个成分 它可以帮助我们肠道蠕动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它其实里面含有我们很重要的消化酵素 大家都只知道凤梨酵素啊 奇异果酵素 可是其实萝卜泥 它含有非常多的消化酵素 就是在我们肠道 我们要分解食物的时候 其实除了我们本身自己会分泌之外 其实从食物里面来补充的话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食物的一个分解 那让我们的消化吸收也会比较好 真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雷蒙老师 也要分享一个串烧秋刀鱼 非常推荐这个季节吃 那你要先分享的是串烧秋刀鱼 给镜头拍一下 它要做成像肉串这样的串烧 对 我已经 第一个心觉药间要会骗鱼片 师傅你已经骗了 对 来 我们再示范一次了 你从刀的鱼头那边 对 然后这样子 这样骗出鱼片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贴着它的鱼骨这样 或中骨 对 划过去就好了 15块钱两片 很划算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这边旁边肚子的那个鱼翅 用一刀一刀把它划掉 那剩下的刚好是一片鱼肉 对 那雷毛老师现在还把它切铃隔纹 对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刺掉 剁掉它鱼翅的方法 对 好 因为里面其实它的卵是还蛮多的 对 然后呢 老师可厉害了 我们平常只有烤香肠 在包蒜头 真的 老师今天是秋刀鱼片 要包蒜头 是这样吃的吗 好 因为它的想法可能是那个大蒜 就是刚刚讲的蒜素 它刚好可以抑制所谓的 亚硝酸盐的东西 那它这样烤的东西很多 比方说它同时还会烤一些香肠 或者是鱼本身也会有 它这样可以去除这样子的 有毒物质的产生 比较健康 好 梅老师 我们再分享示范一次 我们把鱼片 这个处理完之后呢 开始卷这一颗蒜仁 对 然后就像一般的烧肉卷 烤肉卷一样 把它卷起来 那重点是这一个竹签 在穿刺这一个肉卷的时候 中间的蒜仁要把它刺点 抓住 抓住 对 它很容易跑掉 好 那这样子就完整地串烧好了 对 那传统上 这个很多人串烧都串烧肉片 那今天老师分享的是串烧秋刀鱼片 是 好 那我们现在用再过一点油 好 我觉得你中秋节前啊 如果录这个啊 中秋节的烤肉啊 真的 秋刀鱼片 就能烤一下秋刀鱼片啊 对 这样好像鰻鱼喔 嗯 来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秋刀鱼串烧喔 放进我们的锅内 这个真的很适合烤肉 真的 真的 我觉得这个如果拿进烤箱烤 应该也OK 但是竹签应该不OK 应该要放不锈钢之类的 有啦 竹签也是也在烤 也耐烤啊 也有在烤 对 这铁刀鱼片 今年我也买到不同的材质 现在更环保 用那个椰壳削的 我觉得用起来也还不错 对 好 老师 我们现在都闻到鱼的味道了 是啊 是啊 那盖上锅盖喔 稍微把它打开一下 对 这样比较快 因为有锅盖比较快 其实它那个皮 还是会叮叮叮叮叮的 哦 鱼香出来了 真的 鱼刀鱼真的是很肥的鱼耶 所以这样也会把它的鱼肉 这个逼出一点油出来 好 再盖上锅盖 让它再稍微这一个 两边让它净 那大概也都是烧个两分钟左右 对 差不多 好 烧完之后 老师要去除掉这一个刚刚的油 那另外要再做一个寿司 对 我们就是用一个 一个蛋酱油去做的一个寿司 好 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 有蛋酱油 然后还有芝麻 对 那还有这个是糖 那这个是 这个是装饰用的 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酱烧 咸甜咸甜的味道 那芝麻是待会要一起 跟寿司烧吗 最后 最后撒的是 好 老师我们第二面 再让它烹调大概两分钟 也快好了 对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都很害怕 这个叮叮叮叮的 其实因为那个皮的关系一定会 对 其实炸那个推口更恐怖 好 来 我们这个时候打开桌盖 可是这个应该是 把油沥干 方法是这样子 这应该是什么 鱼熟了 水分跑到油里面了 所以开始会产生那个 而且蒜头也有水分 对 所以不用 现在就没有鱼腥味了 对 完全没有鱼腥味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串烧秋刀鱼取出来 在锅子里头放一点酱油 所以如果在家里面妈妈在做 一定要开锅翻锅 一定要锅盖要跟着 对 锅盖一定要跟着盖上 然后放一点点的糖 好 我们来烧这个寿司 这个是待会要搭配我们串烧吃的寿司 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烧曼的感觉 胡烧曼的感觉 有那个感觉 但是是15块一只的 对 没错 两卷 两卷15块 对对对 对 没错 是 这样一做我就认真看 这样我可以报很多差价 再用菜捷 用秋刀鱼来报 不是 报曼鱼 秋刀鱼来用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把鱼串 回到锅子里头烧 我要讲一下说网络 大家如果打秋刀鱼进去 同时会看到流传的食谱 有一个就是划骨的 就是想要把那个秋刀鱼的骨划掉 不是说那道菜不好吃 可是如果对于健康稍微有研究 那个菜 钠含量 非常高 因为又放很浓的酱油 然后放很高的醋 其实本身也有钠含量 对 所以那个虽然很好吃 其实它把原本很健康的鱼 做了好吃 但是并不健康 对 它就会吸饱的那个寿司 那可能纳含量就会过高 那这个我们雷蒙老师 稍微让它翻面一下 两面都均匀沾寿司 其实像秋刀鱼厨 我们刚刚知道EPA DHEA 是很好的油脂之外 其实它也含有非常丰富的 维生素跟矿物质 像它也含有维生素D跟钙质 所以其实这两个一起吃的话 反而就是会增加我们 骨质密度的生成 然后再来它还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成分叫做牛黄酸 那牛黄酸它可以帮助我们 胰岛素分泌还有作用 所以对于糖尿病的患者 也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也有降血糖跟降血脂的功能 好 那雷蒙老师 我们这个锅子好像也入味了 对 其实就是等它全部收汁 收汁以后就白芝麻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哇 雷蒙老师 这个蒜烧秋刀鱼很好吃耶 雷蒙老师 我真的学到了 老婆 我们今天学这个 菩萨曼的 两条正好是280啦 吃起来跟菩萨曼的口感 就很像啊 而且这个秋刀鱼的逆感 也会被大蒜平衡 那大蒜也是这个中医 非常推荐这个季节吃的 对 大蒜它很特别 生用跟熟用 效果完全不一样 像它生吃的时候有一些禁忌 比方说你胃酸多 胃溃疡的人 它因为会胀气 所以它杀菌效果很好 就不能多吃 再来就是说 有人说吃大蒜 伤肝笋木 所以你眼睛如果说 常看3C啦 或什么你生大蒜 就不能吃太多 但是煮熟之后呢 它的养分完全不一样 就可以多吃了 那它经过自己到料理 它变成熟食之后 变成肝跟温的性质 就可以多吃 再来就是最后 撒上这个白芝麻 也是非常好的高钙食物 同时呢 它一样也是可以辅助 这个秋刀鱼 它的这个腥味 也会比较去除 那它含有这种多元 一样不饱和脂肪酸 也呼应这种动物的油脂 所以两种油脂 对心血管的保护 是更好的 江医师也觉得 很好吃吃汪汪了 这是今天吃起来 最不像秋刀鱼的秋刀鱼 对 基本上不说明的话 绝对不知道 你才吃秋刀鱼 对 不过这个是厨艺嘛 厨艺就是把一个东西 变得不是另外一个东西 那最后请教一下江医师 到底这个季节 吃秋刀鱼有这么多好处 那有没有什么人 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很多男生 很吃亏 他有痛风 那吃了这个东西 很容易发作 那其实把握住原则 你把秋刀鱼的皮撕掉 基本上它就变中普林 它就不是高普林了 等一下 所以痛风的人 只要去鱼皮 对 它吃海鲜的压力 都会降低了 对 因为鱼皮的细胞白面 非常致密 而且细胞核非常多 所以它的普林值很高很高 大部分都在那个鱼皮上 那我再问你 痛风的人如果吃那个蒸的鱼 皮把它去掉 只吃肉 这样就普林比较少了 这个就是中普林而已 这个不到高普林 真的喔 对 所以就是痛风的人 千万注意 鱼皮是超级大地雷 对 所以即使懂得吃 你也可以快乐地享受生活 好 谢谢江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秋刀鱼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再见 谢谢